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双载的机车 卫一规定两段是左转 才转到一半就与一辆直行的白色轿车正面撞击 强大的撞击力到机车上的两个人全被抛出去 重摔在地上整台机车变成废铁零件四散 轿车甚至拖行机车向前滑 地上还磨出一道火光 而这一撞轿车的车头也几乎全毁 地上也留下长长的一条油渍 画面触目惊心带来看一段画面 救护车十万火机抵达现场 地上还躺着一名男子 经查为骑乘机车的未成年男子 撞击的当下呈现昏迷没有意识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骑乘机车男子无照上路 卫一规定两段式 加上为礼让执行车而念货 送医后人昏迷持续抢救中 而后座的友人则双腿骨折意识清楚 至于轿车驾驶则只有轻伤